如禁义华言约 这是禁朝所翻译的华言经 六十华言 六十卷 他的这个祭颂不多 只有三万六千祭颂 知无量节是一念 知一念即无量节 言处同时 正与经经一味 所以看了华言经上的介绍 也就懂得了 华言经上所说的意思呢 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 言处同时 言是说把一念延长为无量节 处是说把无量节浓缩为一念 原来无量节就是一念 一念呢 就是无量节 华言经上有讲到十卷门 无量寿经呢 也有提到十卷门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报告过了 因此 释迪迦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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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应生教主 这是指释迦牟的佛 一极是法身无量受佛 释迦牟与毗卢弥陀不宜不宜 在西方几段世界 无量受佛称为法身如来 所以释迦牟的佛就是法身无量受佛 释迦牟的佛跟毗卢之那佛 跟阿弥陀佛不宜不宜 不能说是宜也不能说是不宜 不宜就是不同 下云 身及诸根无有增见 这两句话非常微妙 它是表着佛身的苏妙 苏胜微妙 刚刚提到佛的法身是没有现象的 在净土法门里面称它为长极光 它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所以佛们称它为空 但这个空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 遇到缘的时候它能够现一切万法 这个遇到缘就是说 跟众生的感应 有感 佛就马上现一个身 如同释迦牟的佛在三千多年之前 现身在印度 讲心说法 那我们呢 看看佛经呢 对于这个佛的恩德 就知道越来越多 知道了恩德多 修行的怨心就会越来越强烈 肯依教奉行的人 那是有大智慧 大福报的人 由于诸本地法身 事先之印身 及具圆满报身的 的的确确 经上所记载的 都是事实真效 能够相信的人 能够接受的人 是有大智慧 大福德之人 圆满报身的大德 那就是普度一切众生 佛的硬化身 统统都具足 下面呢 再提出 进一步的观点 所以者和 为什么这样讲 前面所说的 念节圆融 能于念情 诸无量一节 身及诸根 无有增减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肯定有个原因嘛 下面佛进一步的给我们 做一个解释 对 谢谢大家